人氣餐廳又爽一間了 這是位在高雄左營一間知名的火鍋店 以店內的巨型佛頭造型最為出名 散發出大佛陪您吃火鍋的神秘氛圍 現在傳出即將在這個月的5號結束營業 儘管業者不願意透露停業的細節 不過根據了解 疑似是租約到期之後 業者跟地主洽談續約 但是沒有取得共識 才會忍痛吹息燈號 走進店內巨型佛頭映入眼簾 讓人目不轉睛 一旁水池造景加上蓮花燈擺設 既分莊嚴肅目 但這可不是佛堂而是火鍋餐廳 但現在傳出店家即將歇業 還滿可惜的下次就吃不到了 就很shock 因為第一次來吃 還滿可惜的 還沒辦法吃到其他的口味 直呼真的太可惜 顧客也很訝異 這間位在高雄左營區的知名火鍋店 八年前開幕 業者成租土地 並斥資上億元打造裝潢 店內以日式國務為主打 擁有一群死忠粉絲 但最近租約到期 業者跟地主洽談續約 沒取得共識 這才忍痛吹息燈號 網路社團也證實 火鍋店將營業到這個月5號 目前店內十多名員工 業者將依法資遣 至於有關地租部分 根據仲介透露 這幾年隨著北高雄發展 當地租金確實節節高漲 這也許是地主沒有意思要 虛約的 所以把租金開高 就以前的單價換算這個地平的話 大概租金20到25是合理的 目前的話大概30到35是合理的 儘管火鍋店業者不願透露停業 原因細節 但消息一出令人震驚之餘 在巨型佛頭旁享用美食的體驗 恐怕也成了絕響 這給高雄綜報道